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看看留言吧 好嘞 看看观众朋友们都给我们留了什么言啊 那第一个朋友 他说 我不想谈论种族歧视话题 口口声声说种族歧视却做了更可怕的事 看看黑人朋友们都做了什么 建立了高楼大厦吗 还是高科技 还是团结各国为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做些什么 生孩子作为工具填补势力攻击正义 不管哪个族有好的也有坏的不能相提并论 继续下去这个世界黑暗一片 世界将成他们的 这个世界是属于正义自由 是属于人民的 凡事不信神的都将成为历史的蛀虫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不愿意去面对的这样一个事实 哪怕是很多华人朋友 还有基督徒的群体里面 因为他们深深的相信黑人就是被不公平的对待 他们现在打杂抢都是情有可原的 就像前两天我做那个新闻里面 他们就说这些人就是因为吃不饱 所以他们在做出来这些事情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认真的去看待这些事情 说真实的到底发生了什么 都是谁在做这些毁灭的工作 然后他们都做了什么 我觉得这是很容易的去理解可以去看的事情 我非常同意你说的 就是这个东西不只是黑人 在做的这件事情 其实华人做的事情也非常非常的多 很多华人就说什么 美国中部都是种族歧视啊 南部是种族的那边很可怕 那边白人都是带枪啊 然后什么什么 那最有名的 我最记得啊 我看了这个留言之后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所谓的台湾之光 现在在中国大陆打球这个什么北京什么刚的那个林书豪 啊林书豪去那了啊 对他不在NBA了 他不在NBA了 他就是一天到晚在那边说什么 啊在美国打球种族歧视 然后呢 大家都对他不好 然后呢大家都不给他尊重 大家都把他当小孩子看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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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真的啊 你最后那几个season 你打成那个样子 然后呢 你再怪别人说有种族歧视 怎么就没有人种族歧视 就是姚明怎样怎样怎样 人家姚明还进名人堂 对不对 同样是亚洲人 所以说种族歧视这东西就是一个理由 就是你什么东西没做好的时候 你就说那是种族歧视 你被公司fire掉了 不是你工作的能力不好 就是种族歧视 你的开车开的不好 就是因为你种族歧视 然后就各方面你全部都怪在种族歧视上面 所以说我觉得种族歧视是一个非常懒惰的一个行为 你一天当然把这个东西挂在嘴巴上 因为你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解释任何的 你自己的不完美 然后你自己犯了任何错犯 你都可以把所有的责任都堆在别人的身上 凡事不信神的都将成为历史的祝从 林书豪那时候也是上歌TV 然后说这个他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 对因为我刚信主的时候 就是我刚刚信主的时候 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想了解有哪一些名人是基督徒 我感觉这样的话好像会让我看起来没有那么傻 就是不要被贴上一个迷信的标签 对 如果要是比如说话 我就说你看王力宏也是基督徒啊 谁也是基督徒啊 那你可以认为我傻 他们也傻吗 等等等等就会有这样 对现在 那个时候我就看了林书豪啊 然后想说虽然这个人打球我没看过 因为我不爱看打球的这些东西 但我我知道这个人是打篮球的 然后他好像是挺有名的 哦他是基督徒 对对 我我我之前是非常支持他的 我之前是非常非常爱这个 我觉得说哇 你看一个台湾人然后打进NBA 然后你看那个 然后就是就是很有正能量 对 林来峰好棒哦 然后那个 跟Derek Fischer一样 但是那个转 360度转身的那个 我就说哇好帅哦 好棒哦 台湾之光好棒 结果他现在变成这个样子 那个一切东西全部都怪 呃种族歧视 他一直在帮左派说话 所以说不是说每个基督徒 都是一个脑子清醒的一个基督徒 很多基督徒他们也是觉得说 哦这个世界是受害者很多 然后我也是受害者然后什么什么 所以说这东西是要 自己要跟神去建立关系 而不是说什么东西都用自己的想法来去解释这一切 我就觉得哈说这个重要重要在哪里 就不是说基督徒受洗了就结束了 受洗了就完事了 你什么你以为买保险呢 说最起码得到了一个什么得救的保障 就是死了的话 哪怕我在那个天堂我也不要去地狱 然后不是这样子 其实你会看到说为什么很多时候 呃那个说基督徒不能够合一 对就大家一直在说合一合一 为什么不能够合一 然后为什么大家会说在很多政治立场上面看法会不一样 很多人去支持左派 然后很多人甚至说我们不要分派别呀 你不要分左派不要分右派呀 我们就是怎么怎么样啊 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些话出现 其实我觉得最根本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对真理理解的程度 啊就是很多很真的是吧 你说如果要说我们把神给我们的真理完全站在神的立场上去理解 那得出来的结果就会是一样的 没错 如果说你要是对真理理解的不明白 你看圣经你只是当成故事一样看说 哦大卫怎么怎么地了怎么怎么你如果从里面看不出来一个署名的原则 或者真理的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理解它是故事 它还只是一个故事啊 他对你的生命会有什么改变 然后你要怎么通过圣经里面神给我们传达的信息 你要去向神靠拢 那这样的话你出发点都不同 你对真理的理解也都不一样 那当然就没有办法合一 因为想法都是不同的 真的想说圣经最主要 整本圣经就是在形容十戒的这个律法 那你如果说没有在讲说这十戒 为什么不能杀人 为什么不能犯奸淫 为什么不能狂妄自杀 各方面的 你如果不去探讨为什么的话 那你所有东西就只是字面上那个不可杀人 不可犯奸淫 然后不可偷盗 就只是这个样子 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你就还是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 因为你不知道圣经里面在写什么东西 就算你是个基督徒 你可能当了十几二十年 你可能基督教的家庭里面长大 但是你还是不知道自己在干嘛 对或者是说什么在教会里一直很积极的参与服饰 等等 你可能随便说出一个章节 随便说出圣经里面一个人 都可以把那个故事的脉路给你讲的很清楚 但是你只是知道发生了什么的故事 你不知道神透过这个东西讲了什么话 所以真的是让我感觉到 非常非常有必要去参加教会提供的所有方面的 比如说像查经的学习啊 然后讨论啊 主日等等等等 就是一定要抓紧一切的时间去吸收 然后有提供这么多的机会去了解神的真理到底是什么 因为这才是能够促成合一的一种最基本的方法 没有错 然后种族这个问题这个东西就是个理由 所以说建议所有基督徒不要再谈论什么种族 我们要用神的方式来看我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 不是说什么他们是坏人或是什么 你看他做了什么他说出来什么 然后他的行为 然后还有他跟神的关系来去衡量一个人 不是看他的肤色而去论断一个人 对因为那样的话就会变得跟左派一模一样 你就会掉到左派的那个漩涡还有陷阱里面 就是一切衡量的标准 不再是看这个人做了什么 而是拿他的肤色 这个就是一个种族歧视的一个开始啊 对啊 我们说林苏豪是不是 他又觉得白人歧视黑人 然后又觉得黑人歧视亚洲人 然后就是一个神经病的循环呢 对如果要是别人那么歧视你说实话 那你作为一个亚洲人的话 你怎么会进到NBA里面去 谁会给你一个打球的这样一个职业 你怎么进去的 你怎么赚到这么多钱的 你怎么这么有名的 对吧 所以就是事情真的是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 就是让每一个人去监视自己 说自己到底有什么问题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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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 我觉得这个也是在教会里面 反反复复反复复 就我看到的很多出现的问题全都是这样的 就是没有办法去审视自己 就是自己永远都是对的 错的永远都是别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 第二个 我可以把后面的小视频在团契播放吗 哎呀欢迎欢迎 请大家尽管的使用 因为神奇传播呢 给我们大家提供的这么好看的 然后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带有这种史实的这种传福音的小动画片 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基督徒 非常非常需要了解的 我昨天看到那个小动画片 就是那个女传教士 你有没有看 然后她就 我好感动好感动啊 哦你就会觉得说 当时在那么优渥的生活条件下 怎么会有人去到中国 你就说现在时光倒退吧 我愿意去那种地方生活吗 他不愿意吧 是不是 对 那时候又打仗又乱 然后卫生条件又不好 以前的孩子都说满脑袋长狮子 就是因为总不起头啊 然后什么什么 不是那种狮子 咬人那种在头发里面住的那种狮子了 对啊 所以就是条件那么不好 他还愿意为这个地方语言都不通的 然后又脏脏又穷穷的这些人献出生命 我真觉得这不是神的爱 这是什么的爱 所以欢迎大家尽管使用 神区双坡给我们大家提供这么好的机会 让所有的基督徒都去了解 说当年这些传教士 为传扬神的福音都做出了哪一些的牺牲 甚至牺牲掉自己的生命 我觉得这是给大家来看都是非常好的一个例子吧 可以这样去看 对 我们现在的生活非常的忧郁 对啊 优渥 优渝 优渝是优渝这儿 我们现在生活非常优渥 然后我们现在很多人会去什么短宣啊 或者什么事情 我觉得看到这个这么多就是西方的人 然后去中国 然后去做这些事情 包括现在 嗯 你就会发现说 以前的传教士跟现在的传教士的心态 还有行为其实是差非常多的 以前传教士去真的是到那个很穷苦的地方 就在那个地方生活 跟那些人一起同住 对 OK 然后在那边帮忙他们 把他们建立医院 把他们建立学校 把他们治病各方面的东西 然后教导他们 透过这些东西 透过他自己的生命 来去改变这些人的生命 让他们信主 那现在的传教士可能就是 去某个地方短宣 然后呢 去某个地方怎样怎样怎样 然后去某个地方 哦 花点钱建立教会 然后什么什么什么之类 但是一下子就回来了 我不再说短宣不好 短宣很大一部分是为了我们自己 但是如果说你真的想要什么 去宣教或是什么的话 你真的 你就到那个地方 然后去跟他们同住 如果说你真的是把神的calling 当作是你的calling的话 所以说 我觉得这些故事 神器传播给我们拍的这些故事 我觉得 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我就会觉得说 我怎么揽成这个样子 我连自己家门 然后我连 我连这个城市 我都不愿意出去 然后我想说我透过一个YouTube 我就可以到世界各地的这个地方 去宣教的概念 所以说我觉得对我来讲啊 是非常非常棒的 然后欢迎大家使用这个 神器传播这个YouTube的这个 channel里面这个所有的影片 所有的影片 大家都可以转上去 而且他们还有很多好听的诗歌 我有个好朋友啊 他那个他看了之后 他经常每一期节目他都会看嘛 看完之后他就说 神器传播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 他后来就发现说 哎呀神器传播是不是出过歌 我要跟随你 对那个他们出过好几个歌嘛 还有什么今天是礼拜天什么什么 大家可以去他们那个YouTube channel去看啊 他很激动 他跟我打电话说 是不是就是那个 我说是啊 就他们出的 他说呀 我每天开车必须听啊 他说这是我敬拜诗歌里面 就他放在list里面 他最喜欢的一首 他说的每天都在听 啊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 我们通过这种 像神器传播给我们带来的话 线上这种媒体时空 真的会给很多人提供很多非常有用的资讯 包括像这些宣教式的故事哈 可以激励我们现在这些懒惰的年轻人 嗯 说实话 就是很多时候感觉亏欠神 呃 已经明明告诉我们要传福音 但是我们真正做到的有多少 对吧 我们跟那个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说 哎台湾有那个幸福小组 对吧 就你要花上很多钱啊 然后花时间去给人家出来 就是我们到底离那个距离有多远 对啊 有的时候感觉自己真的是蛮差劲的 但是看到这些宣教士呢 这些属灵的伟人 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 也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也不要灰心了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一行努力加油 对啊 你想想看他们真的就是放下自己跟随耶稣 对这太难了 他也没有什么钱也没有说什么东西 然后呢就直接去一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 你想想那个女生就昨天短片里人家是在英国 英国啊 人家天天是可以喝下午茶吃小饼干的 穿那个裙子啊 人干干净净每天能洗个澡啊 怎么怎么样的出门还能骑马呀 那个时候的中国 你想想你你愿不愿意跟一个满身跳到狮子的人在同一个屋子里面待着 你愿意不愿意 还有那些孩子语言不同 里面着大火他可以这样就冲进去把那孩子救出来 他可以那样被人打死就丢在那个火里面 真的是值得学习的非常好的榜样 对啊 对大家欢迎大家去看身体传播这个影片 然后呢我们的影片内容 你也欢迎在你的小组里面使用 就是我们在讨论这些东西 每天讨论这东西 大家也可以拿同样的话题啦 比如说在小组里面讨论讨论 然后看看或者是觉得我们的视频还比较有意思的 也欢迎转传给所有的你的家人啊朋友啊 大家都可以看看 然后真的用同样的问题大家可以产生讨论 我觉得这很棒 这样就是合一的第一步 好来下一个 下一个这个真的是好惨的 这个朋友Emma 她说觉得那些学生好可怜 她讲是芝加哥学区嘛 像有那些学校说必须要把所有的厕所都改成男女公用的厕所 我觉得那些学生好可怜 被逼着要接纳 我是女生才不想在洗手间遇到搞不清性别的人 宁愿去外面找其他的女用洗手间 以后那些跨性别厕所还不是通通变男厕 绕了一圈回到原点 哼白忙一场 真的 我跟你讲所有那些厕所到时候全部都会变成男厕 因为女生没有人愿意要跟男生在一起用厕所 也没有人愿意要跟变性人一起用厕所 还是去找女生自己上厕所的地方 而且各位可以想想看哦 就是现在每次你如果说什么旅行团去旅游的话 然后呢厕所一定会卡住嘛 男厕的人多还是女厕的人多排队的这种女生上厕所的速度 如果说各位有在芝加哥我不知道现在芝加哥还是不是啊 我在芝加哥的时候他们是店里面你一定要消费你才可以用厕所的 啊是啊 对我有就是为了要去上一个厕所 然后去买一个咖啡 然后还在那边排队排了20分钟的 那那的快人那边屋怎么办呢 我之后我就真的只能跑去外面就是偷偷找一个 啊啊啊 我没办法 而且我而且我那时候年轻 我那时候还没姓主 好不好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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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录个节目给你这 以前做的那事全都暴露了 哈哈哈哈 反正就是这对女生是非常非常不尊重的一件事 对啊 整个性别错乱的这个文化 最打压的其实就是所有的女人 所以你看有很多女权主义者就发现这事他们就不干了 对 但是女权怎么都没有出来说这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堆神经病的左派的女权 然后觉得自己就是把头发就剃掉 剃成一个那个清朝的那个辫子的那种 然后刘易茅那个 对 我就觉得你到底是什么问题 对所以这怎么叫女权主义者呢 对 性别错乱了之后你的整个社会系统就都会错乱 这个就是一个事实 那么分不清厕所这个事情呢 反正我觉得就是男生厕所其实是没有说特别干净的 就特别是公共厕所的话 哦对 那么 呃 你想想看 现在女生要被迫使用很脏的厕所 不管你是上男厕还是女厕 我比较在意谁在厕所里面 因为就像以前上学的时候 你会觉得哦 女厕所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因为只有女生 就很多比如说那个 你知道女生都喜欢成群结伴去上厕所吗 那可能有人根本就不想上厕所 他是去那边洗个手然后就跟好朋友一起去 然后他就在那边等他 所以几个女生可以在那里讲讲话什么什么的 或什么的就会问一些说哦 你有没有卫生棉或者怎么怎么样 就是这种问题 因为他们觉得厕所是一个女生的地方 然后是一个安全的地方 你可以在这里随便讲 不想让男生听到的话 对 但是到时候的话就没有办法了 因为如果要是很多隔间 你很有可能就看到旁边隔间就有一双大脚 这是好可怕的事情吧 对啊 不你这么说 就一说我也这样觉得 就是有很多东西男生是不想让女生听到的 对吧 也有是不是 对啊 像说哦 谁谁谁喜欢谁啊 或是什么 然后有时候男生都在那个里面 哦你怎样怎样 万一就是刚好一个女生在里面上厕所 然后呢 他就去撂杯啊 什么之类的 那这样不是很糟糕吗 所以就是以后在厕所 可能谁都不想要讲话了吧 因为你根本就搞不清楚 在旁边洗手这人是男是女还是不男不女 还是他们要传达就是上厕所的时候就不要讲话 哪有这么好的习惯啊 你以为你以为你以为左派在当什么那种纪律标兵吗 食不言寝不语啊 反正我非常同意Emma这个人 我觉得她说的东西是非常非常可悲的 因为这个一整个这个法案 还有这个方向出来 伤害最大的其实就是女生 对 然后所有的女生都会被赶走 然后厕所真的会只变成了男侧 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那接下来呢还是大家非常喜爱的 最近这两天反响非常热烈的 夕阳豪杰爱神仇 今天再给大家带来全新的一集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今天都有一些什么内容 我是弗丽莎 我是Easo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大爷 小柱子已经学嘟嘟五天了 不能吃东西 真是让人着急呀 听说平阳鼠啊 来了个洋医生 也好很多人 在柱子去看看 洋人 那一定很贵吧 哎 我们哪有钱呢 为了孩子 把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弄了吧 听说那位洋医生 人很好 穷人家呀 不收费 不收费 有这么好的事吗 哎 先去看看再说吧 好 我们明天一大早就出发 孩子已经泄肚子六天了 嗯 没关系 我开点药给他吃 过两天就会好了 先生 我是穷苦人家 没钱付医药费啊 没关系 不用付费 谢谢医生 你真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啊 快别谢我 上帝爱你们 他拆我来中国服务你们的 谢谢医生 谢谢医生 也谢谢你的上帝 天都这么晚了 先生出诊已大半天了 怎么还没回来呢 真让人担心 外面风雪大 路难走 于老爷病情重 可能耽搁了 看 魏医生回来了 看你脸色苍白 不舒服吗 我有点头晕 休息休息就会好的 您请喝杯热茶 师父 您太累了 两间医院和两间间研所 您都要照 还好 四月份我们就可以回英国 可以好好休息了 可是 今年大旱 老百姓生活困苦 我想先留下来救灾 亲爱的 我们晚一点再回国吧 魏医生 现在都已经六月了 你们该准备启程回国了 现在还不能走 很多人开始吃树皮 四处乞讨 我打算购买食物 发送给他们 莫尔 最近身体不舒服 明早你带莫尔去太原 等我把这里安排妥当 随后去太原接你们回国 好吧 时局不好 我请葛姑娘陪你们 一起去太原 路上要小心 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 不要累坏了 救救我们 是吧 救救我们 救救我们 这 这可怎么办呢 灾情太惨重 我带来的银子也快花完了 怎么办呢 我们来起草振灾宣言 让各国知道这里的灾情 请大家来救急 好主意 我们大伙签名 我带回国募款 这儿有五百两大银支票 你们继续买粮救灾民 我明天启程去太原接其而后 就回英国办理这事 好的 这里有我们照顾 您放心回国吧 魏里森医生 是灵焚西医第一人 来自苏格兰 是镇上的望族 却愿意放下一切来中国服务 他与妻子于1891年 抵达太原府 1893年 魏医圣夫妇前往平阳府服务 独自出资建立一所医院 在周围百里内 魏医圣闻名辖尔 他为着救人而不辞劳苦 在当地百姓中很受欢迎 1900年7月9日下午 全家及其他宣教士们 被山西巡抚遇嫌 屠杀殆尽 魏医圣一家 若不是为了震灾 应早已回苏格兰 但因1899年天汗 庄稼颗粒无收 魏医圣不忍看到人们流离失所 便留下来购买大批粮食震灾 6月初 与同教士起草震灾宣言 把各地灾情带回英国 呼吁全球震灾 谁晓得 这份热爱中国人的震灾宣言 竟在中国人自己的刀下 在血染太原府之时 消失了 乱定后 魏医圣的弟弟 奔着基督的爱与饶恕之心 以得抱怨 捐赠一笔巨款 1909年2月 纪念魏医圣的医院落成 取名为 善圣医院 是当时平阳府 唯一设备完善的医院 其服务范围 涵盖300万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